还有14条法案什么时候要开始处理 你们还有14条法案还没有通过 徒海法在行政院 徒海法还在行政院 因为医院发展法本来就有 暂行条例送来了 生物多阳性也本来送到大院过 到现在我们还在追踪 他站在躺在哪里 我们也会马上要去处理 针对云基法未完成的实施项 相关执法民进党立委李俊逸 在立法院内政委员会 要求圆明会加速推动 更提到修宪 表示圆明会在2005年 曾经提出圆住民族宪法专章 建议应该趁着宪改声浪 再努力推动专章入线 现在大家积极地在讨论 这个宪法的问题 结果你们连题都不提 你们连题都不提 2005年至少还提一个版本来 总共7条 圆住民专章 那现在连题都不提 里面我看过他的条文 7条而已 但是其实有关圆住民的权益保障 规定的相当清楚 那你们应该用力推啊 应该用力推啊 至少也要告诉你们 现在的执政党说这个要用力推啊 结果到现在没有听到任何声音 怎么一回事啊 我们这个修宪 大概超过了 原住民委员会的职前 这个讨论在宪法 如果有修宪 把原住民的潜意的部分 用专章的方式来处理 恐怕是全部台湾的原住民 双手双脚都会赞成的一个诉求 你们都会赞成嘛 包括在座的 政党委员解冬民委员会赞成嘛 对不对 那好像没有听到你们有什么动作 或有什么主张 土海法立法进度 也是朝野立委关心的焦点 林江义表示 目前草案仍在行政院来审议 另外也针对 山坡地保育利用条例第37条 希望将原住民需要经营满五年 才能取得所有权的年限来删除 但内政部 随途保持局等单位还有争议 那我们原民会很坚持把五年拿起 原因是山坡地保育利用条例 是民国64年4月份通过的法律 历经到现在已经是40年 当时的环境不一样 你不可以用当时的环境 因为原住民对土地的权利 可能还不是很显手 怕他会把它卖掉或流失掉 可是现在的原住民对土地的权利 已经不一样了 我们没有理由把过去的概念 拉到现在 还在我们的法里面 用保守的 用过去的想法 给它规范 限制这个五年 我觉得这样子是很不合理 我们的估计 应该在很短的一两个月里面 应该会完成行政院的审查工作 会在六月底之前 一定会送到立法院这里来 进行审查 原民会表示正在说服 各部会希望取得原保地 所有权年限删除 目前40个条文已经审查二分之一 也表示将持续跟各部会来沟通 预估两个月内 可以在行政院完成审查 顺利的话 六月底以前 希望可以送进立法院来审议 记者单位岛秀立法院采访报道